271香港相報 竟破網騙區11人最小16歲女生 2015年7月10日香港新聞A09香港相報信 記者萬家成報導 一名古惑電信公司職員 在網上扮演買家和買家身份行騙 先我稱有演唱會門票出售 要求買家將錢傳入另一名網民的戶口 同時又俄稱向該名網民購買名貴吉他 最後而人取得各類貨物 賣演唱會門票的人士發覺被騙 向無辜售賣吉他的網民追討 結果雙雙法國受片報警 涉嫌男子在警方展開代號登封者的行動中被捕 分辦買家賣家握錢有握貨警方新界北總區 採取大規模反網上評論行動 拘捕11人 當中包括一名年僅16歲的女學生 以及兩名大學生 相信他們涉及過去一段時間的263宗片案 涉及金額120萬元 新界北刑事警司魏志崇卓日表示 被捕主犯為一名34歲 任職電信公司的男子 他已買家和買家身份在網上行騙 藝術表示 騙徒購買的其中一樣物品是價值2萬元的名貴 吉他 騙徒先與物主聯絡假裝有意購買 取得對方銀行戶口 之後 他在其他討論區聲稱有熱門演唱會門票出售 巴戒 或者將錢傳入賣結他物主的戶口 傳夠2萬元後便通知貨車司機代為取貨 警方新界北總區和各警區採取代號登封者行動 調查多宗網上片案 至今拘捕六男五女 其中年紀最少的16歲女學生 涉嫌收取買家金錢後沒有貨物提供 同意 オソニ bu 借底 恁